男人来到酒吧,点了份加冰的不鸟酸 酒保应付的往杯子里放了几个冰块 男人不乐意了,问他为啥不敲 小时候自己和爸爸来喝酒 敲冰块可是酒保的拿手绝活 酒保瞪了玄秀一眼,说敲冰块太废手指头 18年来,自己已经敲飞了16根 剩下4根,只有大人物来,才会轻轻展示 顾客不再废话,掏出手机,问里面说话的人是谁 酒保眼神闪烁,明显是在回避是吗 为了尽快送客,他掏出一根笔,让贤秀写下联系方式 想起来再和他沟通,贤秀看着这根笔十分眼熟 原来贤秀的爸爸东明硕也是个手艺人 这根笔真是父亲做好送给某个朋友的 父亲说这个朋友经常帮自己物色材料 如今他明白,所谓的材料就是猎杀的目标 贤秀直接问对方认不认识东明硕 酒保赶忙摇头,只见少年一跃而起 一拳打在对方的上把 随后用根笔深深刺入了酒保的手掌 完了,剩下的六根手指头也废了 酒保认怂了,好汉不吃眼前亏 他乖乖带着男人去见了自己的老板,陈国瀚 陈国瀚长的是五大四粗 他坦言,当年的连环杀人案,自己再熟悉不过了 无论是煮饭还是贡饭,都是他的客户 贤秀掏出一张纸,写了一个五,八个零 说自己愿意出五百万,只为贡买贡饭了一张照片 显然,国瀚不太相信贤秀 认为对方在欣赏自己 紧接着,几个更粗的老爷们便把他团团围住 陈国瀚往杯子里倒了点洗衣粉 逼着贤秀喝下 此时,妻子文采员似乎预料到了对方有危险 他给丈夫打去电话,让他一个小时后来见自己 贤秀答应了下来 此时陈国瀚突然又想和贤秀合作了 还向对方伸出了手,贤秀丝毫没给面子 陈国瀚说自己从来不看坑乎是谁 只管赚钱,不过我们卖的不是一般的东西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说把他掏出一个笔记本 播放起了里面的监控视频 贤秀盯着屏幕 里面的内容显然吓了他一跳 一瞬间,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